10月4日,星期一晚上的岳余淡 和各位网友说个hi 老鹅在温哥华回归香港这片土地 和各位网友一起呼吸香港的空气 和大家一起分享香港的不同时事的看法 和大家畅所欲言 一直吊你,吊你什么不公平的事件 回到香港,飞机未落到地 我已经觉得香港这片土地和我离开之前 亦都很不认同 亦都出现了很多翻天覆地的变化 在过去我走了这两个几月里 香港有很多我们熟悉的团体 一个一个消失了 两个几月里面 我竟然不认见了支联会 不认见了民阵 亦都刚刚职公民宣布解散 教协又宣布就是game over 很多人都不认见了 离开了香港 彷彿香港已经变了一个很陌生的地方 你说如果香港将来连一些命名 一些旧有的名字的街道 建筑物地标都改变了 会不会有这样的机会 可能呢? 原来一点都不能过分 分分钟就有这一样东西出现了 不知道各位网友 有没有在过去的十一国庆 一场周末出街 就是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 七十二周年立国的庆祝呢? 这样 当然了 在这一天里面 究竟香港有多少人真心庆祝国庆 或者甚至中华大地里面 十九几亿人 又有多少人 就是真心庆祝这个国家的庆祝的生日 我想中国共产党 他们自己也都心知肚明 当然了 你不肯庆祝吗? 他就找人去庆祝 当然在我们的香港里面 尽管有出动到八千的警力 防守到香港一些主要的街道 地标水舍不通 不知道为什么 你这么开心庆祝七十二周年 为什么不让人民上街庆祝呢? 就是防守有Barrick旗 有这个Rollblock 是吧? 在香港的这个湾仔的金子京广场 撤布一年串的这些布防 搞到失灵了车 是吧? 就是保护一堆的权贵政协 各方面的东西 让他们可以看着这个番茄炒蛋旗 缓缓地升起 亦都可以大家开开心心喝杯酒 说真的 如果你不肯庆祝 担心人民 担心你 你怎样需要这么多的警察呢? 是不是? 担心你又见到 有哪个西方国家里面 担心你担心 担心你担心 如临大敌 出动大量的军警 担心你担心你 去保护你们这些人 不要被人担心你 这一件事 就已经在他们的行动里面 都告诉大家 虽然如此 仍然有国路的英雄人马 爱国团体 上街去挥舞 这个五星旗 穿着蜗红装 穿得好夹蜡蜴子炒蛋 又或者在街上走来走去 跳你这些大妈舞、中志舞 不过当然卖上就当然是核心突突 一众跳舞的女士 身材涌肿、核心突 老太浓松的这些 五六十路的大妈 你说找些大年 长春美女来跳舞 大波长腿 一定吸引到更多的香港年轻人 就跳你这些 有东西看 这种心态 你出动到这些大妈 就当然是直接讲客 但是不理会他们有没有犯限聚令 不理会他们有没有非法集结 当然我们地区政府的警察就不会理会他 一些年轻人在街上 就跳你这些最重的 他就当然位位五千、五九九支 那就没有客气了 当然两种这种跳你这些对待 不理解为什么会在香港里面出现 更加不理解的就是跳你这些 跳你这些爱国团体 包括这些爱港大联盟 同心会港 竟然就有一个提案出来 就是希望我们将我们一些在香港里面 存留了很久的这些公园 维多利亚公园 五十六十五周年的这个已经历史的 维多利亚公园 英国人留给我们在一个饭桥的商业重镇 这个同楼里面留下一个市费 让大家可以休戏啊跑步啊 追求一下女儿啊谈一下心啊 晚上那时照舔鸡啊这样的情况 都要鲜喳走它 不是 physical 要求他 要他改名叫做人民公園 又或者叫做國家紀念公園 總之有些皇族英國皇室的東西 有殖民地的東西 麻煩你幫我淘汰了 不要再在這裡獻世 當然他們的想法就是 香港人到現在 在一國兩制之下 仍然堅持希望有兩制的生活 但就不能要有一國的責任 看不起你中國 不能愛國 有這樣的情況 而有這樣的情況 當然就是親英戀籍 戀斬前宗主角 英國人留下給他們的東西 一天還有那些東西在這裡 你不能剷走他 他就不會對我們的中華人民共和國 炮鐘 表鐘 穿你的番茄炒蛋旗的衣服 走出街 拿個黑熊的面罩 就通街走 這樣的情況 當然如果他們以為是這樣的想法 事情是這麼簡單的 世界要打仗嗎 是吧 世界要打仗嗎 世界要打仗有爭執 要打仗嗎 你這麼硬來 已經是搞定了 世界就很容易美滿 香港人到目前為止 我可以告訴大家 仍然是不太看歡 你這個中華人民共和國 當然就是你那些人做的東西 倒行逆施 亂來的 而最重要的一件事 就是英國人教曉香港人 喜歡的一件事就叫做崇優 懂得分辨美好 高低 不會用腦想 就是盲目的民族主義上頭 這個道理不能通 就是講陰質 盲目去支持一件事 要是懂得分析 懂得獨立去看一件事件 你只要你做得比英國人好 哪怕香港人就不賣內閣 有得比較就有傷害 一比之下 你這麼崩周 你叫人就怎麼愛呢 就是好像你家裡的女人 姓全家產被黑柴上了你之後 就會嫌你賓周短 不賣喜歡你 全家產 是不是這樣說 所以 比較有傷害之下 人家的制度完善 所有東西下來的東西 都是令到香港 香港有一個小漁村 變了一個 你到底是商業的國際城市 你看看我們香港 江河日下 二十多年之後的回歸 香港現在淪為什麼東西墮落的地步 大家也心裡有數 當然 這麼粗離 剷走我們香港裡面一些的 英國殖民地的主張 當然不僅僅只有這幾條的彈散 這些所謂的親中愛國 不知道裡面有多少是本土香港人 還是香港人多的 這個什麼混混團體 是他們的原本主張 如果我們追溯回這個 第十三屆全國人大的 這個第四次會議裡面 有十一位的全國人大代表 就在懷疑我們香港人不愛國 就因為在一個一國的大前提之下 做得不夠好 因為他們是親英戀直 他們很奇怪在香港裡面 第一 為什麼會有一些仍然存在著 歌頌 英國人佔領我們的香港 登陸我們的香港 侵佔我們香港的一些地標 比如這個碑路詐灣 比如這個水坑口 Possession Street 香港為什麼有這麼多的建築物 以英國的皇室貴族 女皇去命名 比如Saint Mary's Hospital Victoria Park Victoria Harbour Queen Elizabeth Hospital 又或者為什麼這麼多街道 欺壓人民 侵略我們香港人 把Bifit救我們的中華民族 勞役者 征服者的港督 宜明明 軒尼斯道 盧吉道 麥理浩徑 你們搞錯嗎 你們這些傻子 還有 那些義軍工 欺負我們的中國人 拿子彈拿刀劍去殺害我們中國人 英國的軍頭 剝削我們 華人的財產 全身巨架 比如什麼遮打道 摩地道 屌尼老美 這些 全家產的傻子 屌尼老美 仍然有他們的名字出現 他們主張 將這些東西全部剷除 當然 屌尼老美 香港一早就進入了這個 去殖化的這個地方 回歸之後 過去這麼多年 大家都見得到香港的情況 江河日下 好多的地方 不要說得那麼遠 剛剛有一件的東西 就是六四那條 屌尼老美的國殤之柱 現在都說要拆掉它 全世界只有五六 其中香港就有一六 你都不能容許 放在我們的HKU裏面 這個在八九六四之後 一直都在屌尼老美 我們香港土地上面有的東西 你都要剷掉了 因為你不能順超 你屌尼老美就走去了 當然 現在要剷走這些 親英戀籍的東西 其實一早就在這個中英聯合聲明之下 香港有這本的基本法 就是希望可以維護我們回歸到中國之後 制度不變 生活的這個形式不變 資本主義的這個社會又不變 生活方式不變 屌尼老美 誰知道現在你問我 香港剛才我所說的東西 什麼東西 以前靜低下來的生活的形式 文化各方面的東西 有多少還有剩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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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不太太太 沒有了言論自由 沒有了出版自由 沒有了集會結社的自由 沒有了選舉被選舉的自由 一件一件都沒有了 司法制度 我們的警隊又怎樣去執法 我們的律政署怎樣去做事 大家也都心裡有數 英國人剩下剩下的好東西 逐件逐件都沒有描述 都不能介交易 你將這些所謂的 歷史遺留下來 以英國剛才什麼東西 皇室也好 屌尼老美 軍頭也好 港都是很明媚的街道 都要改 那你都可以想像得到 會在推行的一個行動 但是說真的 如果你這樣去搞 就很大了 因為很多地方 譬如你 Kings College Queens College 梁振英讀的那間英國 是不是要改呢 是不是 你的Victoria Harbour 水深可闊 遠近慈明 都是香港都是靠它來開埠的 那你是不是改了名 叫做彭麗媛的蝦呢 是不是 那你是不是要這樣搞法呢 什麼東西太子道 摩地道 是不是要改名 叫做彭德懷路 這個林彪路 江青路 無岸青 什麼東西 用回共產黨的東西來改呢 這樣改不改是沒有問題的 錢而已 你想想所有的地圖 google map 電話簿 街道牌 一樣那樣 全都要改革 喂 你那群人的親中外國人士 是不是你拿錢出來改呢 那樣用我們 你老米的香港人的 納粹人的金錢 你老米來搞吧 如果他們真的這樣去搞法 那香港 你老米全部變為一個 好像中國裏面這樣的城市 你的旅遊業就不甩了 還有沒有人下來呢 你老米是吧 其實香港開執到現在 這種的 老米的英國人的文化 亦都植根了在我們這一片的土地裏面 而在我們的血液裏面 也都習慣了這一種的生活的模式 是吧 大家都有個英文名 英文負勞 何君堯 你是不是不論好 老米的英文名字 老米的Carry Lamb 你是不是老米的叫做 柳月柯 你不要老米有英文名 笨拆 真的是要這樣的樣子 在這種情況下,做就做得徹底一點 你看,吵你老美,是吧? 全部都不想,大家一起用英文的名字都沒有想過 這樣的搞法,你又能不能想呢? 在這樣的情況下,如果真的是這樣 香港吵你老美,除了外形、形象 完全變回了一個大陸城市之外 它的特色亦都沒有描述 那吵你老美,是不是要在這樣的情況下 要將香港改朝換代,去得這麼徹底呢? 我們的人民是不是會忘記這件事呢? 是不是要將我們那杯奶茶、菠蘿包、雞尾包 這些都有英國人教我們的Bakery、康培 只有今天這些香港獨特的文化 都要你有沒有徹底的鏟鋼錘的呢? 這些人親中外國人士,為了表忠 是吧?完全都吵你什麼,求人旗,亂齒這麼來 強行來,強行要Cancel它 一連串的後果,當然就不能是他們那杯茶 也都有這樣的原因 因為這班的齒頭 根本就不能在這一片的土地裡面成長 根本就不能喝過這個地方的奶水 不能愛護這個地方 只有這樣的提議出來 當然,極權的獨裁者 要管治人的貼貼伏伏 不能有耐性,不能有脾性 去做好自己 去和大家之間互相溝通,互相了解 認識彼此的好處的時候 就沒有時間了 暗躁來,Cancel它 我極權化,我管你系統 我夾送,我不管你感受 我硬要這樣做 但是可不可以將一群土生土長的香港人 將屌尼老尾 將他們習慣了這麼多年的生活的形式 屌尼老尾去改變了它 是不是他們真真正正會 蛇伏鼠伏,心伏口伏呢 那當然是不可能 這樣的情況 你問我 這個情況已經在進展 去植化也會來 我相信那個急速程度 只要有過之而無不及 而這些的 有一大堆的陷家產的附和者 有一大堆的 以破壞香港為己任的陷家產 當然要為了要滿足他們的主子 這個屌尼老尾的慾望 加大力度將香港去摧毀 香港的屌尼老尾 甘非色彼的事情已經是成了定局 但是想不到屌尼老尾 那個加速的敗壞的墮落的速度 一定好像坐這個穿梭機那樣 越來越急速 一直這樣沉淪下去 2021年度營運基金眾籌計劃 我們已經達到了40萬的目標 那就是各位無私的支持 是我們堅持下去的強心針 但目前香港的社會氣氛 獨立網媒繼續肯說真話 敢於邊策權威 無論在政治風險和廣告收益上 所面對的挑戰實在難以言語 MIHK.TV要繼續為文化聲 保育香港文化傳承 傳來各位訂閱我們的節目 以及撐壓我們的營運基金眾籌計劃 營運確實艱難 至少每個月要有港幣8至10萬元的訂閱 以及眾籌的總收益 MIHK.TV才可以維持目前的營運模式 否則我們就很快要跟各位網友說再見 記住誰會珍惜當你還擁有 如果各位網友想香港仍然有 我們MIHK.TV這把聲音 大大聲為各位導出不平的事 可以用以下各種方法實際行動 將我們這把火燃燒下去 我們是非常不 confirm的 ausge Gym in 因素通心